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骗局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时光机票预售 穿梭史前还是钱包空 二,植物语言翻译器 沟通自然或自欺欺人 三,全景记忆相机 完美回忆还是虚拟幻象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时光机票预售 穿梭史前还是钱包空 各位时间旅行爱好者 历史迷和那些对于史前巨兽 有助不寻常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时光机票预售 穿梭史前还是钱包空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情境 但谁不爱好一场思维的游戏呢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 并且你可以购买一张 前往任何你想去的时代的机票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体验 想象一下 你可以亲眼见到恐龙 在白乐际的大地上遨游 或者观察尼安德塔人 在冰河时期的日常生活 这些都是历史爱好者 梦寐以求的经历 但在我们太过兴奋之前 让我们来点现实的考量 首先,时光旅行的技术 目前还远远没有实现 所以这些机票目前 只能在我们的想象中预售 而且,即使时光机真的存在 考虑到这种技术的稀缺性和复杂性 这些机票的价格 可能会高得惊人 足以让你的钱包瞬间瘦身 再者,我们必须考虑到 时光旅行可能带来的风险 想象一下,你刚刚在史前时代拍了一张 与三角龙的自拍 结果不小心改变了历史进程 回到现代后发现恐龙并没有灭绝 而是在街上与汽车争道 这可能有点夸张 但时光旅行理论中的 因果律和时间悖论是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即使我们能够安全地旅行到过去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对过去世界的影响 我们的到来可能会对当时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或者无意中将现代的病菌带到过去 对当时的居民造成灾难 总之,虽然时光机票预售的想法 充满了吸引力和冒险的诱惑 但在我们真正能够理解和控制时光旅行的技术之前 这些机票不过是一场空想 所以,如果有人向你推销时光机票 你可能需要先检查一下他们的信誉 否则你的钱包可能真的会空空如也 而你还是得在现代继续你的历史研究 不过,不要灰心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书籍 纪录片和博物馆的展览来体验那些遥远的时代 而且,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时光旅行真的会成为现实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亲自去见证历史的奇迹了 在那之前,让我们继续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探索过去 毕竟,这是一种无需之父的时光旅行方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植物语言翻译器 沟通自然或自欺欺人 各位亲爱的自然爱好者 科技迷 以及那些偶尔对叶子低语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植物语言翻译器 是的,你没有听错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而是一些科技爱好者和研究人员 是图将植物的生理 反应转化为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植物真的能说话 那么,你家的仙人长可能会对你说 嘿,伙计,你又忘了给我浇水了 或者当你试图给你的花朵施肥时 他们可能会说 够了,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这听起来既有趣又奇妙 不是吗 但让我们回到现实 植物语言翻译器的概念 基于一个事实 植物确实有一套复杂的内部信号系统 它们通过化学物质 电信号和压力变化来沟通 这些信号可以是对环境变化的反应 比如光线 温度 水分 甚至是害虫的侵扰 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 葛种仪器来监测这些信号 并试图解释它们的含义 例如 一种植物可能会是放特定的挥发性 有激化合物来警告临近的植物 有害虫的来临 这就像是植物界的烟雾信号 然而 将这些信号翻译成人类语言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毕竟 植物没有大脑 也没有意识 它们的沟通 更像是一种生物化学的反应 而不是有意识的对话 所以 当我们说 翻译器 我们其实是在尝试解读这些生物化学信号 并将它们转化为对人类有意义的信息 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了 当我们说植物 告诉我们它们需要水石 这是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欺欺人 毕竟 植物不是真的在说什么 它们 只是在自然的生存过程中发出了一些 我们可以解读的信号 不过 不要小看这些翻译器 即使它们不能让我们和植物进行深入的哲学对话 它们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植物的需求 从而改善农业实践 提高作物产量 甚至帮助我们保护环境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宣称能够翻译植物语言的设备时 不妨带住一丝好奇和幽默去探索它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和我们的绿色朋友们进行一场心灵对话 不过在那之前 别忘了给你的植物浇水 否则不需要任何翻译器 它们的枯萎就是最直接的沟通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全景记忆相机 完美回忆还是虚拟幻象 各位亲爱的学生 历史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游民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全景记忆相机 这个小玩意儿 听起来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产物 但它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中 那么 这个全景记忆相机 究竟是完美回忆的代言人 还是虚拟幻象的制造者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问题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全景记忆相机 这种相机不仅能够捕捉影像 还能记录声音 气味 甚至是触感和情感 它可以完整地记录下 某一时刻的所有感官信息 让人们在未来回故事 能够完全沉浸在那个时刻的环境中 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 但这也带来了一些哲学上的问题 首先 我们来谈谈完美回忆 想象一下 你的毕业典礼 婚礼或者是那次难忘的旅行 这些记忆 都被全景记忆相机完美地保存了下来 当你想念那些时光时 只需要启动相机 你就能够重新体验那些美好的瞬间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诱人的技术 它让我们的记忆变得永恒 不再受到时间的侵蚀 但是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当我们可以随时重温过去 我们是否还会珍惜当下 当记忆可以被完美地保存 我们是否还会努力去记住那些重要的时刻 或者 我们会不会开始依赖这种技术 而忽略了记忆本身的价值 再来 我们谈谈虚拟幻象 全景记忆相机 虽然能够记录下所有的感官信息 但它毕竟是一种技术产品 它无法完全捕捉到人类记忆中的情感 和情绪的复杂性 记忆不仅仅是感官的经历 它还包括了我们的想法 感受和解释 当我们通过全景记忆相机回顾过去时 我们看到的 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 缺乏深度的在线 而且 当我们可以随意编辑 修改记忆时 真实性就会变得模糊 这就像是在看一部电影 你知道它不是真的 但你还是会被它所感动 全景记忆相机可能会创造出一个 完美无暇的过去 但那个过去可能只是 我们想要记住的样子 而不是它真正发生的样子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技术 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全景记忆相机 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隐私的看法 当每一个人都可以记录下周围的一切时 我们的私人空间和私人时刻 将会受到威胁 而且 这种技术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因为只有那些有钱有闲的人 才能够负担得起这种昂贵的记忆保存方式 总之 全景记忆相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明 它既有可能成为完美回忆的工具 也有可能成为虚拟幻象的制造者 它提醒我们 技术的进步总是伴随着复杂的道德和哲学问题 在我们追求完美记忆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思考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影响 记住 最终 真正重要的不是记忆本身 而是那些记忆所代表的经历和教训 最终 我们无法否定全景记忆相机的潜力和吸引力 它可以让我们重新体验过去的美好时刻 并带来许多便利和乐趣 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这种技术可能会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产生影响 并引发一系列的道德和伦理问题 所以 当你下次看到全景记忆相机时 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 你是否真的需要它 或者你是否已经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回忆媒体 那就是你的大脑和心灵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愿意使用全景记忆相机来保存你的记忆 或者你担心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